讲到这个所谓的内容跟结构 我想请问一下各位朋友 这个高雄的捷运 好像车厢不同路线 车厢红线 橘线 车厢都一样 对不对 都一样 来在座各位 有没有去台北做过捷运的 请准备看一下 蛮多的 真的很多 好来谢谢 手放一下 台北的文湖县跟淡水县 车厢不太一样对不对 没有注意过 没有注意看 下次如果有机会去注意一下 你去做一下文湖县跟淡水县 或是所谓的信义县 看看 来 文湖县跟淡水县 到底有什么不同 在座刚刚有点讲的 没有特别去观察 有人跟我说 文湖县是高价的 对文湖县是高价的 淡水县是走地下的 但是淡水县有一段是在 在上面的 我有个朋友就是在捷运局 做段掌 就是淡水县的段掌 不是站 是一个段 好几个站 我就问他说 那你是负责哪一段 他说整个淡水县捷运有分两段 他是负责出土段的 我说出土段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路面上的那一段 我说 那如果在地面下那一段的叫什么 那个叫路土段 对文湖县跟淡水县 除了什么高价 地下之外 他有最大的不一样是车厢不同 车厢 文湖县的车厢 他一样一节一节 可是你进了这一节 如果要到下一节车厢是过不去的 他没有通的 如果你要到下一节车厢 你就要出站到月台 再换下一个门进去 才到下一节车厢 那么淡水县就跟高雄捷运一样 他的车厢虽然一节一节 他中间是通的 你进了第一节车厢 你可以在里面散步到最后一节 没有问题 这就像我在北京搭地铁的时候 看到的一个很神奇的景象 有一个非常省钱的生意 就是那个弹吉他走唱 他就搭地铁从第一节车厢慢慢谈 谈到最后一节 再谈回来这样子 北京地铁不管你做怎么样 就2块人民币 10块所以还蛮好赚的 本钱很低 各位这两种车厢跟言说有什么关系 我们在设计内容的时候 每一块内容都很丰富 就好像捷运车厢一样 每一节车厢内容都很丰富 可是如果我进的叫做文湖县 我第一节车厢的内容听完之后 我没办法到第二节 跨不过去 我必须离开月台再进去 这个就是内容跟内容之间没有衔接 我讲的A跟我讲的B中间没有衔接点 所以听众的脑袋就会乱 你前面讲这段跟后面到底有什么关联性 淡水线的设计是 我带各位进第一节车厢 可以非常顺畅的从第一节车厢内容 一路听到最后一节 它是一个完整的 它不是片段的 所以我用这两种不同的捷运车厢 来做这个比喻 我们所谓的设计演说的架构 指的就是 这些内容之间的衔接性跟关联性 这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很重要的主题 所以我就把它小结一下 其实我们在设计一个演说的时候 很重要的是要言之有物 就是必须要有一些内容 那么这个内容有了之后 我要言之有理 它必须是合理的 就算是讲个笑话 讲个故事 都要跟我今天的演说是有关联的 那么最后一个叫做言之有序 它的顺序安排是如何 有些时候先讲A跟先讲B 会带来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各位到目前为止 你可能会发现到 Kevin今天要带给各位讲的 公众演说的魅力 我可能焦点不会放在 譬如说我们如何运用声音 那有一些专业老师 他可以带给我们这方面的一些技巧 如何运用声音 或者是怎么走位 甚至是手势 像这种小学演讲比赛 都会教手势有没有 要第一点 第二点 然后避免大家无聊 第三点要换手 就很好玩啊对不对 那这些是有关于肢体的 今天可以不要带给各位的 更多的是 我如何设计我要谈的内容 这个跟我在 自己在演讲或是授课 有一个很重要理念有关 因为我一直相信这句话 think before you speak 当我们必须要表达些什么的时候 脑袋里面要先想清楚 这个结构必须要思考清楚 所以我说精彩 一个精彩的演说表达 它是因为来自于我们有一个系统性的思考 有一个系统性的思考 那么最近其实在企业界里面 对这方面的训练需求也越来越多 就是思考表达 那么以前我在企业培训的时候 绝大多数都只希望我们谈表达 但是现在企业也开始比较接受 其实一个好的表达 是来自于一个好的思考 所以刚才我有讲到说 写的能力跟说的能力 它有共通点 也就是在说之前 最好要先能够写下来 当然各位不是要写所谓的逐字稿 而是要把我要讲的东西 能够先记录下来 它就像一节一节的车厢 然后我们要开始去看 我哪一个车厢要放前面 哪一个车厢要放中间 哪一个要放后面 互相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 所以这边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 可以问我自己用的一个小技巧 当我在思考一个 演讲的内容的时候 就是准备那个名片卡 因为名片卡很好带 对不对 名片卡 我要讲的一个内容 一些关键字重点 就写一张卡片 然后可能你手上就有很多张卡片 就把它摊在桌上 开始组合吧 先谈这个再谈哪一个比较适合 所以这个一组合完之后 我们的大脑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图像 为什么要写下来 而且要透过卡片去排列 它是帮助我们大脑 在做一个图像式记忆 如果像早期 我所受的训练是 拿一张纸把我要讲的话 每句话写下来 我的大脑不会有整体图像 我只会变成背稿子 各位清凉音的朋友大家早安 很高兴今天来到这边 跟大家做这个分享 这个叫做背稿子 可是当我用卡片来做的时候 我只有第一个问候听众 我这个地方要问候听众 就是一张卡片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这张卡片应该要排哪里 它应该不会排在结尾 它会排开头 所以这样一组合完之后 我的大脑里面就有一个完整的 我今天要讲的内容的图像了 所以就算是没有准备PPT 我的大脑里面一样 每张卡片就在跑 这个是我们在准备演说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方式 所以各位朋友 这个真的不能偷懒 不能偷懒 重点写下来 桌子上摊开 重新组合一下 让我们的大脑开始对它产生图像 OK 好 那么我们讲到所谓的演说 要有系统性的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接下来 演说之前就要先思考 先思考两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做这场演说 也就是说这场演说的目的是什么 譬如说刚才引人人提到 他在工作当中必须上来做简报 那这个简报最终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我要卖东西 让底下的学员 等一下我讲完之后会开始抢购 还是要老板发现 我的工作很努力 很认真 还是要让我的合作伙伴 去接受我提的一个idea 一个想法 这个是我必须去思考的 我为什么要做这场演说 那么自己的目的弄清楚之外 开始思考下一个问题 那底下听的人为什么他要听这场演说 这也是今天一开始 我有跟各位讲 我在思考的问题 就是今天会报名这个讲座的听众 到底他会想要在这样子的一个演说里面 想要得到什么 所以我脑袋里面就会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是让我们所设计的内容 是跟我的听众有连结的 当然今天我们这个场合比较特别 我没有办法事先跟各位先取得联系 先去了解 可是各位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工作场合中 是有机会的 是有机会先去了解一下 我们的听众是谁 他为什么会进来 要听我这个简报 好 这个是我们要首先思考的问题 那么当这个两个问题 你能够找到答案之后 才能够开始走内容 那这边跟各位分享一个 在名人的演说里面 的一个有趣的例子 这个美国的艾森豪将军 就是二次世界大战 那个艾森豪将军 他后来当选美国总统 那么他有一次在演说的时候 前面有很多演说者 在一个场合里面 然后前面的演说者 都说得漏漏长 讲了很久 讲到后面时间都很晚了 然后艾森豪压轴 他被安排为压轴 最后一个上台 他那天的演讲就只有这两句话 各位朋友 任何的演讲都会有句点 那我就作为今天演讲的句点好了 谢谢大家 很多人会说你这样子 有达到演说的目的吗 各位我相信艾森豪将军 艾森豪总统 他当时在设计这个演讲的时候 他有一个目的 可是最后 他配合的是 听众的目的 在这个情况下 你有再多的大道理讲了 人家也听不进去 不如做一个漂亮的ending就好了 所以这是从听众的角度出发的 听众的角度出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